哈囉大家好,我是卡斯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演員的心路歷程 嗨,我是佳芸 佳芸現在是朝演員的夢想之路前進中 我們兩個認識是在高中的時候認識的 我是在國民橋上看到他的 嗯? 就是罵家人的 等一下,這可以 罵家人的王子 等一下 什麼時候決定要投資條路 其實是國中欸 因為我算是電視兒童 誰不是電視兒童 我很電視欸 我也很電視啊,要比嗎 但是我都不能出去 我連我家外面都不太能 然後我就每天就是看電視 會看一下偶像劇啊那些 然後以前都是什麼愛與勇氣的什麼力量 三立的那種 哦,愛與勇氣的故事 對對對,之類的 對的話想說如果是自己演到有多好 就是很想要嘗試看看 國中的時候就想要 只是家裡反對 所以一直到大學才真的觸碰到這一塊 有愛情嗎? 哈哈 也是啦 一定要煩 哈哈哈哈 她蠻特別的是她之前去韓國 教通話因為妳在學期的戲劇系 哦,是戲劇系 其實是藝術大學 我其實是先講後 之後因為我家人不讓我去 我就是先全部都申請到了 剩下簽證 我就跟我媽說我要去韓國 我媽就是一哭二鬧 她說你是不是想逼死我 然後我就說你才想逼死我吧 想逼死我吧 那兩個很戲劇怕的人 所以韓國是妳的一個短類點 開始大開眼界 去完韓國之後妳就覺得 哦,我就是要走這條路這樣 其實一直都想要走 大學的時候也有去試過一些鏡 但是因為我沒有學過那些東西 會太在意別人對我的想法跟看法 所以就導致表演綁手綁腳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要去台南試鏡 然後你們就一直亂出考題 被魚勾勾到的魚 然後你們就一直 被眼淚 被魚勾勾到的魚 所以妳真正踏入正常的時候是幾歲 大學畢業22吧 22、23 所以妳在這裡床上多久 4年 我才26 還沒30 目前妳遇到最挫折的事情是什麼 應該是說每天都會有挫折 因為妳每天去試鏡 妳都會期待會上 但可能都不會上 也有面臨過被換腳 可能已經準備很久的角色被換腳 妳拍過我的戲嗎 有 適合吻那種 很厲害 沒有 那個不是單純的戲劇嗎 很尷尬 我以為我拍接我的戲的時候 會很狂奔 或是很白色 可是我到我真的接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要面對 妳接過最奇怪的角色 我第一次拍的是殺人的 我有問導演為什麼要拍那本 然後他是說 有沒有這種人出現 就可能是社會壓力太大還是什麼 他就創作了那個本 然後我那時候第一次接到的時候 我想說我有沒有殺過人 不知道怎麼知道殺人的 妳的想法 對 然後我就去問我的老師 他就說 老師很有道理欸 他叫老師啊 老師就跟我說 其實你要去挖掘妳自己深層的一面 人一定會有黑暗面 挖掘說 如果你真的到 非常憤怒 或是非常壓抑 想殺人的時候 你是什麼樣的狀態跟反應 當下我真的在演的時候 我就覺得 很爽欸 然後我就覺得說 是不是我的烈根性被開發了 不是真的殺人 但是我可能拿棒 然後我就覺得 可是在假裝在打那個對手演員的時候 我是很爽快的 其實演員會越多東西 是對你的戲路越好 有時候你不知道他需要一個 會跳舞的演員 但如果你不會跳的話 你就喪失這個機會 但我就不會跳舞 我就不能去歐這種角色 歐 歐地區 這是專業術語 歐腳 我要去歐腳 我都會被嫌棄說我身影太 年輕太高了 可能就適合學生 或是剛出社會 但是如果我要演到30歲 我可能就會把聲音壓低 可是這其實就是訓練的 因為我去上過聲音課 他就說你要如何用正確的發音 然後你就可以在不同的角色 去做演習 你現在演60歲的阿婆 我可能沒辦法 你們表演班要學什麼 像今天老師會丟什麼題目 就是他會給那個 比較短的台詞 就是兩個人去對戲 你最近有看什麼電影嗎 雖然媽媽說不可以家去日本 例如他不是在用電腦 然後他媽媽進來跟他說 你不可以家去日本 就跟另外一個女演員要演這段戲 我是太王 日本啊 不可以 你也沒禮拜 因為我們上課的時候會錄影 然後我們錄完之後 就要在電視上或是螢幕播出來 你就可以看到說你哪裡很用力 哪裡很誇張 就不會像我們進電影院看演員這麼自然 你開始上表演課之後 你會認識一些同學 同學會再跟你說 欸我哪裡上過別的表演課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他們就乾巴巴的就跑去報名 目前你在這行 床上覺得最有趣的是 昨天被幫我抓 很近期耶 才昨天 我昨天就是進一個MV 然後他就是希望我就是有點崩潰的 在哭口在吵架 然後要我自己詮釋 工作室就有兩隻帽 結果我在大哭在崩潰的時候 他就在我旁邊炸毛 就死 這樣 他就抓傷了 在北一上課的時候 每一週都要拍作品 導演就問我們說 你們要想要拍的 場景是什麼樣的內容 我就蠻剛剛說 我想要在海人裡面的電視 抓替身的水鬼 不是 然後我們就背上去接我們的海上拍片 還有一次拍其他人的片 然後被打到腦震道 可以來看妳作品 可以上我的粉彈這邊 妳粉彈會放 我粉彈會放 就請他幫我後製 我沒有辦法 打蔣佳芸都會找到我 想要走這一條路的人 勉勵的話 我雖然沒有講這種話 但我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喜歡表演的話 你應該就是 要先去嘗試 才知不知道適合自己 喜歡表演的人 那你就趕快來加入我們 未來可以跟各式各樣不同的演員合作 今天跟大家聊 演員之路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點個喜歡 鈴鐺可以點開訂閱我的頻道 想要問 關於演員的東西啊 可以去她粉絲專頁裡面問她 就是這樣囉 掰掰 妳媽多久之後才支持 去年吧 從不答應到答應的轉類點是什麼 因為我媽 我又要生命答應 我媽去問神 然後生命說我可以走這條 生命謝謝妳 沒有妳就沒有今天的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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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金馬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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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